朝鲜半岛局势急速的升温 关键导火线在于一架民间3D恋翼的无人机 闯进了平壤 为什么让金正恩如此的震怒 必须炸掉连接南北韩的铁路 把南北韩的对立最大化呢 而南韩也没有再客气的 你开炸我就开火 全世界最精锐的战机F35 F22 罕见的上演缠斗秀 美国南韩到底秀肌肉给谁看 打金正恩需要同时用到F35跟F22吗 世界四大战争热点 中东跟俄乌不用讲了 台海老共演习一天就结束了 全世界刚松一口气 结果南北韩立即踩到了风口浪尖 形势瞬间紧张万分 好 今天南韩北韩正式宣布 居然有140万的青年核学生参军 哇 这不得了 而且他们参军是 要将南韩从地图上消失 怎么一下子局势演变到这个地方来了 既然南韩想战 我们很乐意结束他的存在 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主要原因是南韩的无人机3号9号10号 居然飞到平壤上空去撒船单 这个天大地大 立即金正恩老鹿 就把两条铁路在昨天 棒的给他炸掉 好 各位不要看 现在一个最新的独家出来新闻 在炸铁路的时候 金正恩居然跑去看 他还要眼见为平 不是 这多危险 各位要知道 这两条铁路炸的地方 距军事分界线只有10公尺 这个太危险了 他从平壤搞这么远的地方 到最前线 他是有多气啊 对 多气啊 好 各位要知道 这两条线是南韩花了1700亿盖的 当初南韩为什么要盖这两条线呢 就说这是我们南北韩 兄弟之情的联系线 金正恩说 狗屁 极具政治意涵 你统统不要了 我统统不要 我把它炸掉 这就是政治意涵 我们没有兄弟之情 我们之间从此再无联系 我们就是两个国家 好了 那这时候又一个人跳出来了 谁 俄罗斯 俄罗斯居然在今天特别说 我们跟北韩签有共同防疫协定 明确无误 谁敢打你 老大站在这 对了 俄国在这么 对乌克兰这么紧张的时刻 对 他还要出来给全世界说 你们家敢打北韩 他背后有老大哥在挺的 好 为什么局势一瞬间搞成这样子 就是无人机嘛 无人机有什么了不起 好 大家看 而且最重要是南韩你讲了 是 这无人机跟我们南韩军方没关系 这三机变硬的无人机 因为这无人机曝露一件事情 它可以大摇大摆地飞进平壤 北韩防空系统 雷达系统 侦测系统 情间系统全部都看不到 金正恩不是很凶吗 他的空房这么不堪一击啊 对 我跟你讲 2017年有个B1轰炸机 对 好 飞到北韩去 对 北韩也都不知道 这奇耻大辱 是 后来 B2出现在乌山基地 金正恩要看国际媒体 才知道B2到乌山基地 他是觉得 好泰泡哦 我告诉你 这次曝露了 北韩的防空系统 是40年前 俄罗斯给他的萨姆系统 是 成就了 他有一万六千门 防空炮跟机枪 对不起 通通都老旧了 是 这完全把北韩最大的一个弱点 防空不行 整个暴露出来了 国际的北韩 140万 我们讲10万青年 10万军 他是140万 俄罗斯老大也站在后面 谁敢他就是跟我作对 南韩的现在一副要打来打 美国突然在今天透露 是 他打算在明年 在南韩部署提风作战系统 这什么系统老师 我告诉你 当年美国在韩国 部署萨德系统 引起天大的风波 对 老共说 你敢部署萨德系统 绝对不准 不能到韩国旅游 抵制韩国 对 不到韩国那 那你闹得好大 对 但是萨德还是防御系统 对 好 我问你 提风不是防御系统 那他可以打 攻击系统 是 你的攻击系统 你弄 我告诉你 不止北韩国大 老共跳脚 他可以打多远啊 好 各位看 什么叫提风系统 什么叫提风系统 第一个 它是个飞弹发射车 是 发射车上面有两种系统 可以打 两种飞弹 两种飞弹 是 第一种 是可以打1700公里的战斧飞弹 哇 这个半径大了 可以涵盖多远 我告诉各位 如果在南韩的前线部署 是 战斧1700公里 是可以打到北京的 我刚讲了 萨德是防御系统 是 中国大陆 跳脚到不可失业地步 是 那如果你弄提风 我告诉你 老共不跳脚 火大抵制 没完没了 好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提风系统 是个分担发射车 是 它可以打两种飞弹 对 一种可以打 1700公里的战斧飞弹 多远啊 我刚讲 从南韩 对 设提风车系统 是 1700公里 是可以打到北京的 是 这简直开玩笑 开玩笑 第二个 它可以打标六 对 标六是现在全世界最好 标三标最好 地对空的拦截 导弹飞弹 对 标六 标六可以打380公里 是 哇 380公里 整个方向 所以你老共打了飞弹 它是可以拦截的 是 还有一个最可怕的 它可以连发 它可以连发一次性 射16枚LRA SM的飞弹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远程反舰飞弹 什么意思 如果老共 它如果要打台湾 老美来保护 它居然可以用 韩国人可以用 这个远程反舰飞弹 对东北所有 老共的海军机力 进行毁灭式的攻击 难怪你会说 山鹰风点鬼火 这是南北韩之间的 矛盾跟仇恨 现在老美把这运到了 这个南韩来 坚持老共 第一个坚持老共 第二个我跟你讲 当年萨德系统 其实南韩人 不愿意装的 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 南韩的国防 是由美国人负责的 驻韩美军司令部 决定一切 好 是不是 我刚讲两个字 可能大家觉得很过分 说美国混蛋 它在这个时候 弄提风驻战系统 刺激了南北韩 刺激了中国大陆 刺激了俄罗斯 更过分这个 这是什么呢 它居然把 可以达到160公里 最好的AIM-120 空对空飞弹 送去给南韩的F-35用 才160公里 它能威胁到谁呢 开玩笑 164公里 这个AIM-120 是目前全世界 最好的空对空飞弹 再装到F-35上面去 引擎战机 直接发射了 这是不得了 而且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情 它居然把F-22 去访问南韩 是 F-22是不到海外去的 这是全世界 最贵的战机 对 去访问南韩 访问南韩算了 它居然把两架 美国的F-22 跟两架韩国的F-35A 在空中进行 各式各样蟬斗 我觉得你要打金正恩 哪里需要摆这么大阵仗呢 这蟬斗不是给金正恩看的 是 这给习近平看的 你没搞清楚啊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告诉大家 朝鲜半岛出大事了 两韩濒临 开战边缘 今天 金正恩一声令下 炸断了连接朝鲜半岛 东西两侧的金益线 还有东海线的两条铁道 这两条铁道 象征着南北韩关系的铁柜 那么过去 关系再怎么不好 顶多就是停死 今天居然金正恩一声令下 把它给炸了 直接把敌对关系最大化 不止如此 全世界更担心的是北韩开战 南韩也开火了 南韩军方针对了两韩军事分界 以南的区域直接开火还击 今天我们请 靳平来告诉我们 继俄乌 继中东之后 朝鲜半岛也一步一步步上了 开战的边缘吗 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关系 是不是也升温了 我们今天聚焦在于朝鲜半岛的这个金正恩 北韩他们下令了一群军人 到了这个南北韩交界处不远的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引爆连接南北韩的金益线铁路 还有东海道的这个纵贯线铁路 两条的这个铁路都把它炸掉 你现在看到了这个画面 就是北韩真的炸给你看 他前两天就说要把这个铁路给炸掉 全世界包括南韩在内都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因为这个虽然不是北韩出钱盖的 但是呢好歹对交通 对很多的方面运输都有帮助 也对这个从韩国你要从首尔一路坐火车 坐到了这个平朗甚至新义安 全长500公里500多公里都OK 可是没想到今天这样子轰天的一炸 把它炸掉 而且他们很故意 在这个旁边甚至那个画面 他们除了把它拍下来那个爆炸的影片之外 旁边似乎有一块蓝色的招牌 上面写着韩语跟日语 就是我们现在红色圈圈圈圈圈来这个地方 告诉大家就是再见 一路好走 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 我炸了就炸了 我头也不回 我也不觉得可惜 那我们知道金益县刚刚说 全长500公里 另外一边的这个靠近东海岸 就是日本海那一边的 它的这个全长是180公里 这两条铁路都是来对朝鲜半岛南北海岸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大命慢 但金正恩说炸就炸 就如同他当初炸他们的这个金刚山 跟开城的这个整个贸易中心 他们的一个管理公司的大楼一样 那而且这个铁路是南韩 我刚刚说 花了一千将近1800亿元韩元 也就是35亿元多台币所盖的 你说这样就这样 韩国当然气得说 我到时候会告你 因为他们之前炸掉了这个别的地方 也是韩国人出钱盖的 出钱的铁路你把它炸掉 这都还是小 相较于两国把敌对关系 对立关系极大化 炸掉了铁路了 所以现在我们更担心的是 你开炸 我就开火 南韩也有动作了 所以韩国军队当然也在那边 南北韩的分界处啊 进行这个对应射击的一个训练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机枪 还有包括了这个坦克上面的这个炮 它的这个滑膛炮 直接对着南北韩交界处开火 虽然这是对于这个北韩边界 那个不远的这个地方 没有伤到了任何人 但是南北韩都开始动刀动枪 开始动炸药 这让全世界开始觉得南北韩是不是开始有点这个紧张了 而且北韩为什么这么起步鼓啊 跟大家说啦 因为就是韩国他们会经常进行一连串的新战 新战里面的这个影片呢 甚至还有传单 被北韩发现说 他把这个金正恩的穿戴 还有他女儿金主爱的穿戴来做文章 包括金正恩戴的这个瑞士IWC的这个名表 一直要35万多台币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金主爱的穿戴啊 也是要五六万多台币 然后接着就比较 北韩跟南韩的这个物质生活 平民老百姓过得多辛苦啊 北韩人好穷啊 你看你们的领导人跟领导人家族 把全心全意啊 都为自己谋私利 那结果你看老百姓饿得要死 然后什么东西都买不起 韩国人是怎么样 用这样的一个做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的一个宣传方式 惹怒了这个北韩 难怪这个金以正气都要爆出口 用叉拳 来骂这个韩国人 所以当这个 他用了这样的一连串的 让北韩弃成这个样子的宣传呢 也难怪啊 韩国他现在因为 做任何动作 都会引起了这个北韩的不满 但是注意到 韩国最近就有一个这个方式 他也公布了 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影片 画面上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是韩国的金牛座 他的空对地的巡弋飞弹 是经过F-15猛情音的战斗机 他所机翼下挂载的这个飞弹 这个飞弹就像一个 砖地弹一样 直接韩国空军出动了多台摄影机 把它拍下来 这个爆炸的画面 他们故意释出什么 就是这个画面 就是告诉北韩金正恩一个讯息 我也是可以炸你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砖地弹炸到了这个 新兴的这个地方的 这个目标物之后 他再往下砖 我们知道北韩有很多的地道 然后金正恩固若金汤的指挥碉堡 就在地道下 对 有很多的加固阵地 是不是 那我就可以针对你这些指挥的碉堡 他地底下的这些设施 然后去轰炸你这些障碍物 然后让他产生里面的这个内部爆炸 对 像韩国空军 他现在有237枚 他当时在试射的时候 其实一架战斗机都挂着两枚 但是他只试射一枚 你知道我背极发凉 这一次我们看到中东 以色列去斩首真主党 也是F15 也是2000磅的砖地弹 然后也是这样子对地攻击 就是砖到那个地堡里面去 然后把他们领导人全部给炸死 甚至让地堡里面的设施全部都塌陷 这段画面 很难有逃生这个机会 而不只这个金牛做了 空对地巡异飞弹这个砖地弹 还有新款的玄武五行的 这个地对地战术飞弹 韩国的这个最近的建军76周年 他也打算把他这个秀出来 让大家外界 这个一窥就近 那其实你看到这个新型的战术飞弹 他的弹 光是弹头就重了超过8吨 而且他可以有效去击杀 北韩的他的一个专属的地下掩体设施 跟刚刚讲的金牛做是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他这是属于地对地的重型的这个飞弹 而且呢 他可以有这个竖起来的这个发射器TEL 像这样的一个 玄武五行 我跟大家讲 韩国的国安保这个国安单位的人员 他都有提到 他的威力就是我们在看到 以色列中东的这个战士 他在打那个 曾祖党地下专利保那个专利弹的 他的威力是他的五倍 那如果是他的五倍的话 只要一枚玄武五行的话 就可以让这个金正恩文风上档了嘛 好 除了今天最新的发展 朝鲜半岛濒临开战边缘之外 另外一个火药桶现在激进失控延烧中东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到以色列 现在中东 以色列跟伊朗面临开打 是不是最后倒数呢 以色列展现他的铁桶防卫阵 泛火者虽远必诛 果然今天传出了伊朗 传话给以色列似乎要讨饶 你要报复可以 不要打太凶 是真的吗 还是背后有诈呢 果然伊朗一手讨饶 一手加速武装 叶门的胡赛组织 今天竞平进一步来告诉我们 红海危机才是真正 恶控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危机啊 是的 中东的以黎跟以伊啊 似乎也没有这个 让紧张关系降温的趋势 尤其最近以色列的公共频道 他专访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 以色列的这个代表李亚平 那当然里面有提到说 要聚焦这个中国解放军 这前两天对台湾的这个军演 然后施压以及对全球的这个影响啊 这个伊朗跟这个代理的组织 黎巴嫩真主党 是不是对以色列安全造成了 这个严重的威胁 那为什么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 以色列的公共频道 突然要专绑我们中华民国 驻以色列的代表呢 其实以色列一直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关系 扮演很重要的这个关键性的影响 但是他又不肯去台面化 这个节骨眼呢 是不是造成说台湾会期待说 跟以色列和其他自动到的国家 一起来嘉奖而作啦 其实以色列也在释出一个讯息 以色列这个时候聚焦台海 当然他们本身有碰到 他们紧张的这个中东情势问题 他这个时候就是要告诉美国 我现在面临的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以及他的这个除了他的同盟之外 还有这个伊朗的这些真正的这个老大哥 伊朗还攻击报复了这个以色列 就是在给美国看的一刻 为什么呢 因为记不记得了4月份也好 还有今年10月1号 当伊朗出动了这个一大堆的这个飞弹 不管180枚200枚去攻击这个以色列啊 还有真主党也常常用火箭弹去攻击以色列 那当然以色列就会启动 他的优异的防空系统 但这个时候呢饱和攻击是不是就让这个 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看到说 以色列遭受这样的攻击 正如同中国在围台军演 甚至中国在威胁台湾的这个安全的时候呢 中国也会出动飞弹导弹的这个饱和攻击 当然我特别要讲 我们台湾面临台海和中国的这个整个环境形势 跟以色列和中东的事情不太能相比 而且老实说对啦 中国的飞弹也比较先进 但是呢 他就是让美国知道说如何对付中国 因为你这个飞弹在全部进行饱和攻击 在轰炸的时候 在攻击地对地的这样的一个产生 很大的军事攻击能量的时候 你的防空系统就要启动 你就知道大数据是怎么样去捞起来 然后你知道你的防空系统 要有多少枚的这个防空飞弹 去拦它的这个系统 所以这一些攻击呢 等于是让这个美国 从以色列能够有一个借境 知道说未来如果台海也发生 类似这样的一个战事的时候呢 要怎么去对付老共 好 今天晚上我们刚提到了一个 所谓的铁筒症 国家朋友如果耳朵拉得够长 哇 什么是铁筒症 以色列的防空很猛 它的拳头也很够力 铁筒症的防卫症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必须讲说 以色列就是把这个 做成一个密不透风的 刚刚俊相所提到的铁筒症 其中呢 他打算对这个加萨走廊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加萨地区 这个红色的地带就是北加萨 把北加萨进行一个加萨的将军计划 什么是将军计划 那将军计划就是要把这个 做成一个军事的禁区 那这个军事禁区 大概在加萨整个地带 加萨走廊占它三分之一 那以色列会要求 在加萨走廊的北端的 这三分之一的这个领土的这个地方 你加萨的这些老百姓啊 赶快撤离 给你们一段时间撤离 撤离开之后 如果还不肯走 要留下来的这些人 就会被视为这个武装分子 以色列可以合法的 对你这些武装分子开枪 或者是饿死你 或是把你包围起来 包围起来之后 你就看到这个 里面是不是密不透风的 像一个大铁桶一样 这个门就是一个关卡 以色列的军队就驻扎在这里面 不让你进去有燃料 不让你有水 有食物 有救援的人道医药物质 所以你看到这边 美国或是联合国的东西 你根本就进不去 以色列国防军把守在这里啊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饿死你 这个加萨走廊 这个北边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 里面的哈马斯的这个人 如果你哈马斯人饿不死 我也让里面再完全断绝 你的所有的这个外援 就可以把你包夹在里面 这个就是以色列他们 准备要启动的一个将军计划 这个时候一双眼神就极为关键 而且重要就是伊朗 伊朗怎么可能做事 以色列对我的小老弟们 一个一个痛打 伊朗老大哥你要跳出来啊 是啊 这伊朗的盟军 那你要他们坐以待毙吗 伊朗老大哥 这个是不是要开始跳出来 报复以色列对付以色列呢 可是却传出来 伊朗竟然透过管道 传话给以色列的政府高层说 你们适可而止一点 大概如果你们要报复的话 报复到这个程度就 一试一试以下就好了 如果你们一试一试以下呢 我们就会认为说 这一段的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 就算是结束了 那我后面也不会再有什么动作 那大家就这样子 就有点演一下就好了 他竟然这是代表 伊朗要服软了吗 怎么会传话给以色列 那可是你看看伊朗的盟友 除了哈马斯之外 那黎巴嫩身处党可不是这样 这两天他又继续轰炸 以色列的这个海拔的海军基地 造成以色列四名士兵死亡 他发射了这个火箭弹 所以有人在讲说 你伊朗老大哥 跟你伊朗这些小老弟盟军们 是不是说一套 做一套 也难怪以色列还是很不爽 真的是气势如虹 今天台积电带头冲关之下呢 大盘站上了23292 而台积电股价收在1070 距离它的历史新高1080 只差10块钱了 后天法说会登场之前 外资也纷纷调高台积电目标价 占委1300挑战1600 已经成为主流共识了 背后看到什么 看到是一整个AI军团的硬实力 给大家看到是马斯克的机器人 展现极为惊人的AI训练成果 背后靠的是 10万个灰达H100的晶片 要知道 每一个晶片都是出自台积电之手 AI狂潮不减 台积电就继续迎风高飞 没错 虽然有中国军演 但是台股的这个多头气势 可以说是 穿得抓不掉 为什么你看今天呢 今天又大盘又上涨了316点 那收在23292 我们上个礼拜才说 这个礼拜有可能会过 这个23000点 过来没错 今天就过了23000点 那这个指数呢 是创了这个 从7月底以来的新高 那我们知道 现在距离历史新高 24416 其实也只有1000多点 如果这台积电呢 再卖力一下的话 或许有可能会过 那为什么说台积电卖力一下 因为说真的 今天为什么能够往上搜 当然重点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呢 今天涨25块 那这个收在1070 那这个涨幅是2.39% 他贡献大盘指数呢 约莫斯已经快要到200点左右的数字了 好 那我们就讲 因为为什么台积电能够往上冲呢 简单了 他今天1070距离历史新高 1080呢 存10块而已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24小时呢 这个48小时法作会之后 搞不好随时都会越过这个新高 那为什么今天越新高 其实你看昨天晚上的美股 大概就知道 因为美股的盘中一路涨到 这个194.25美金 那已经突破了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 那市值也一度突破1兆美金 虽然中场呢 它的这个在美股的收盘压下来 是收到192.12美金 不过呢 它的市值还是有9969亿 也是随时都会破灶 那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大概85% 它几乎是 美国的大型圈子股里面呢 表现也是数一数二的 好 那为什么这么好呢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AI太好了嘛 我们看到我们经济部呢 在今天就公布了 我们今年前7月的这个伺服器的产值 你可以看到产值高达4267亿 那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看 具体像我们一到七月是4267 你看去年 去年整年是4033 简单来说 前7月已经赚赢了去年的整个产值 所以在AI的拉动之下 你就知道说 台积电的业绩当然是相当好 你要AI就一定要台积电 所以法人都说 哇 今年台积电真的太厉害了 有五大不可思议 包括说它的市值大增 然后包括说它股价涨幅是历年之冠 然后总市值已经超越台湾的这个GDP 然后对台股的重要性 已经超越三星 对韩国的这个重要性 然后营收缴税 还有用电量都是台湾之冠 所以讲到台积电来说话 只有满满的不可思议 哇 这五大不可思议 抢在后天的台积法说之前 来对外公布 我们来看看 外资在今天之前 几乎是有志一同的 纷纷调高台积电目标价 没错 一千三上看一千六已经成为主流区间了 对 没错 那事实上目前为止 外资在看台积电的目标价 底线都是一千两百块 那上线现在开始在往上调 那最早最早调烧的是 Alysia 它调到一千六 那今天又有一家券商把它调到一千五百三十五 这汇丰证券 所以就说现在 大家开始在往上比到一千六 好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简单 汇丰的说法是说 你看今年的获利当然不用讲 持续的增加 那先进制程 明年二奈米开出来了 一定会是满载的这个状况 加上资本支出 今年的资本支出台积电是三百二十亿美金 那明年上看到三百九十亿 这个太惊人了 所以等于是说 它又把目标价往上调高 好 那事实上为什么要调高呢 当然你还是要有获利当成打底 那根据目前为止来说 路透社它根据 从二十二位的这个分析师 抽取的相关的预测说 台积电第三季 就是吉祥公布的净利 高达两千九百八十七亿 八十二亿台币 那你知道去年的第三季是 两千一百零八亿 所以年增大概是四十%左右 所以就是说这个获利相当不可思议 甚至有人还预估说 台积电的这个 这个下一季的毛利率会来到五十五% 所以也就是说满满的好数据 那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因为简单 因为目前为止 大客户几乎是都到台积电这边来 AMD啦 或是辉达啦 苹果啦 高通啦 甚至是我们的联发科 都全部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对手全趴 我们讲到嘛 三星股价一直在被外资卖超 那英特尔是已经完全是风雨飘摇 所以等于是说 大客户靠拢 然后对手全趴了 变成是台积电一直往上冲流 非常重要的原因 讲到了核心中的核心就是AI军团 展现军火库硬实力 台积电台积电背后的大客户 NVIDIA NVIDIA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客户 今天我们把这一串八掌 拉出来给你看 对没错 台积电昨天为止创架历史新高 那主要原因当然是客户非常好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回答 回答昨天晚上来说 它的股价创了这个 它的收盘的新高 因为它的这个股价最高是140块 昨天是没有翻过去 但是看起来的话 它也准备要挑战新高 而且它距离了苹果 苹果目前市值第一 它们两个已经在伯仲之间 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 回答搞不好会越过苹果 变成不止它股价创新高 它这个市值会创下 世界第一的这个状况 那尤其是你看 因为2026年 回答的这个GB200的需求非常大 目前为止 包括像黄仁勋 或是说我们的刘洋恩董事长都说 Breadwell这个平台 这个需求太大 这个黄仁勋用这个Incent 那我们这个 刘洋恩董事长是说 这个需求太疯狂了 所以写价是真的相当好 那你知道 因为之前的H100 只有150万颗 它现在已经来到 300万颗的这个数字 那我们就知道 所以Morgan Stanley 或是很多厂商 都给他评价非常高 甚至现在已经有人看到 150块美金 它现在才138 所以如果假设真的 过了150来说 那当然对台股 特别是台积电 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忙 好 那我们讲事实上 你看 回答在今年的这个4月的时候 曾经创开140的股价之后 就往下回跌 经过好久的时间 你看盘了两个 这个一个W底座 往上冲准备创新高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假设创新高之后 搞不好会有一个波段 会出现 好 那我们讲 为什么会这个 黄仁勋会突然之间 经过这么多的时间的 打底座 突然复活呢 因为他找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那在10月2号的时候 回答宣布说 我们跟一个 埃生哲公司合作 那能要 这个一出来说 大家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埃生哲合作来说 埃生哲是什么公司呢 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 企业咨询服务的一个公司 什么叫企业咨询服务呢 它的客户包山包海 就像你家的客户里面 有这个一般的传统产业 电子产业 车用零嘴 什么什么 反正你只要 我要企业咨询的时候 我就跟你咨询 这个埃生哲就负责 这个 它是全世界最大企业咨询网站 所以它是 包山包海的客户群啊 那我回答跟你合作啊 等于是说 你可以 我可以透过埃生哲 你导入我的AI 然后AI之后 你把你的AI 建议给你的客户 所以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尤其是你看埃生哲 它2024年的这个 AI服务的这个收入来说 30亿元美金 那你看第四季 就可以达到10亿美金 左右的一个数字 那2025年的这个营收 在成长3-5% 所以就说 AI的服务呢 对这个埃生哲来说 变成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注意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就讲 黄恩勋其实受访就是说 他大概四个月前 就已经跟埃生哲开始合作嘛 所以也就是说 股价跌到低点之后 开始跟他合作之后 股价就开始往上冲了 好 那我刚才讲到 他是一个很多 这个他的客户群里面 有非常多的企业 所以你看 他跟他建立什么 AI refinery的这个平台 那结合这个 辉达的onibus onibus我们讲过嘛 就是我可以同步 做这个所谓虚拟工厂 这样一个状况 那埃生哲很多 TAM 那个导入太容易了 那也就是说 因为人工的这个步骤 可以减少25到35个percent 成本可以减省 大概6个percent 所以 透过这个埃生哲 等于埃生哲来帮他 找了非常多的客户群 那我回答 我只要跟他合作 你有我的解决方案 然后再把 透过埃生哲 把他建议给他的客户 所以等于是说 他帮埃达找到了 非常多 包山包海的客户群啊 回答的晶片 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惊奇 现在马斯克 让全世界看到了 他打火箭上太空 他训练他的机器人 都让大家维持经验 没有一个 不是黄仁勋的影子在里面 对 没错 我们知道 伊隆马斯克在最近 真的是 借他抓不住 除了说他帮川普站台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他的SpaceX 这几天 大家都看到了 SpaceX回收 他的重型的火箭推进气号 那么讲 因为所谓的伊隆马斯克 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这几天 黄仁勋他也不吝啬 赞美这个伊隆马斯克 他说伊隆马斯克 你就像个超人一样 为什么 因为真的 伊隆马斯克 有非常多的 这个挡不住的 所谓创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事实上 他旗下有一个XAI公司 他花了19天 就把会打的设备 整合起来 然后推出目前为止 是全球最强的 这个训练系统 叫Columnus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叫巨人系统 那巨人系统来说 就等于是说 他用10万个H100CPU驱动 所以变成是最强的 这个AI的训练器 那你看他只花了 几天的时间 19天的时间 所以当然这个 黄仁勋就要称赞他 说你太厉害了 人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你19天就做到 真强 好 那我们就讲 为什么这个伊隆马斯克 要搞这个东西呢 因为简单来说 说真的 具体想问你 这个伊隆马斯克的电动车 你觉得前景怎么样 不好嘛 对 所以他现在为止来说 他要用AI的方法 帮他所有的产业 加值或是加分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最近讲到嘛 SpaceX 对不对 他的这个Starship 第五次的这个试飞之后 这一次完全成功 第二 有没有看到 火箭能够完全地回收 这回收的 这个火箭的过程里面 他用这个类似筷子 这样把它夹住 对不对 那你要去一下 这其实难度非常高 你这个火箭发射出去 他已经到太空城了 然后你要他回来 回来之后 你要准准地来到这个位置 这要经过 每一个步骤 都是要经过 非常强大的AI运算 我给他指令 我给他什么样的指令 你看这个 你要火箭逆推进的时候 你要什么时候点火 这都经过 整密的计算 所以这都是 AI方面的这个成就 所以你要能够 这么标准 就是要有AI 好 所以等于是用AI 你看包括说 而且更不用讲 他在整个设计的过程 包括说 火箭的结构的优化 然后故障的预测 即时监控 控制 还有发射之后的 这个资料收集 还有分析 全部都是AI 所以也就是说 有AI的帮忙 才能够遭就 这一次的Specs Specs 能够顺利的 成功的夹住 这个火箭推进器 好 大道如火箭推进器的 筷子夹火箭回收 小道 他训练机器人 跟你对答如有 你继续忘了 他不是人类 可是他展现出 这个惊人的一个 对答的AI训练成果 背后满满的台积电 对一个是太空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机器人 他现在有一个 这个Atomus的这个机器人 他就说未来要准备 把它商用化 他除了在这个 目前为止 在伊隆马斯克的工厂里面 来做的话 你看一下 这是Atomus的这个机器人 他说这个一旦推出 会是史上最伟大的产品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看一下 他可以做任何人类 用做的事情 你看 包括说这样 这个倒这个啤酒 或者说调酒 跟人类互动 猜拳 各式各样 你看他在酒吧里面 来说就完整 就好像是一个 人的感觉 太戴着牛仔帽 然后你还可以跟人家 对打如流的这个说法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等于是 他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状况 你看跟你猜拳 对不对 跟你猜拳 他跟你互动 非常非常散 如果你眼睛闭起来的话 你会觉得说 他根本就是个人的这个状况 那你就知道说 他这个也是有非常多的AI 把它训练 让他真的很像 是一个人的这个感觉 好 那除了这个 我们看AI训练 这个太空的飞行器 AI训练机器人之外 还有一个AI做什么 我们知道他前一阵子 不是发展的 这个自驾计程车 叫Cybercraft这个车子吗 售价是不到三万块 但是问题是 重点不是在这个计程车 重点是你要这个系统 要非常完善 我要坐到这个车 这个车很便宜 就算再贵 贵或便宜 那不重要 你要安全 你要我能够安全地抵达地方 那你要怎么抵达 你要靠庞大的AI的训练量 训练你的这个自驾的这个系统 所以你看 它是可以比人类 安全的 安全十到二十倍 那成本可以降低到每英里 0.2 就是因为你没有人 所以可以降低成本非常低 好那除了这个Cybercraft计程车之外 还有这个自驾的巴车 Rober Vance 这个也是一样 它可以搭载20个人 等等 所以也就是说 你要有这些 无人的驾驶的巴士 或无人驾驶的Taxi 加上机器人 加上SpaceX 这些才是你未来 伊隆马斯克能够翻身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这个说到最后都是AI 那你要用到AI的时候 说到最后 你要用回答 但是其实 说到底的话 还是台积电的技术 二乌战场出大事了 在乌军入侵 俄罗斯半个月来 我们看到俄罗斯展开最强力的反击 二军对乌克兰发射了127枚的导弹 跟上百架的无人机 再在瞄准的基辅 最重要的水力发电厂 狂轰猛炸 普丁的盘算 只要一枚给我打中了大坝 造成溃堤 水淹基辅 那么下游 上百万居民 就走投无路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场最大规模的空袭 却向世人曝露了 他致命的缺点 多少枚飞弹 根本没有炸到的目标 半路软角就掉在水库里了 普丁的弹药库 弹尽圆绝了吗 不知道是普丁急了 还是他恼羞成怒 因为我们上礼拜 上上礼拜 最近这两三个礼拜以来 一直都提到 乌克兰已经反攻到俄罗斯境内了 结果俄罗斯这两天传出来 他发射了127枚飞弹 还有109架的攻击式的 这个自杀无人机 然后去攻击 这个乌克兰的电力基础设施 导致乌克兰大规模的 这个民生用电 还有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 都遭到这个俄罗斯的空袭 然后变成大规模的这个停电 遭殃的还是 战场上生活的这些 平民老百姓 你可以看到这些画面 都是乌克兰境内的 这些重要的 包括巴电厂 还有这个电力设施 遭到俄罗斯大规模 这个叫做什么 战场上有一个专用的名字 叫宝核攻击 尤其它超过100枚的这个飞弹 乌克兰遭到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攻击 和大规模空袭 它也不是省油的灯 它一定会扳击 所以你看到 乌克兰 它创记录 创了什么记录 我跟大家讲 它轰炸 在它距离巴塞地 远在3000公里之外的这个俄罗斯 你看到没有 打到3000公里之外 它用什么打 我很讶异 乌克兰打的这个地方 它攻击的目标 当然是俄罗斯的一个基础的 链油设施 那它的地方先跟大家讲 莫斯科在中间这边 飞过莫斯科的头顶 所以表示它可以打到 超过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这个地方 也就表示它这个3000公里远的飞弹 它也可以打中莫斯科 所以普丁你是不是要插了一旦 你看到没有 但是普丁的这个链油基础设施 在这边被攻击之后 它也不是这个好像 没什么无所谓 它怎么报复 现在是怎么办 现在是 这个俄罗斯最需要外汇 最需要赚钱 它的天然气的输出管 还有这个链油的 这个链油产的设施 都是要靠这个来赚钱 乌克兰竟然太岁爷头上冻土 把这个俄罗斯赚钱 用以为生的外汇 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它也去把它打 这可以生产50种不同的石油 上次俄罗斯的油库 在会轰炸 结果它损失多少钱 2亿元美金 所以这个是精准轰炸斩首的概念 要炸就炸俄罗斯 最重要最大的链油厂 好啦 你打我的外汇来源炼油厂 让我原油输出 受到了挫败 那普丁怎么报复 他就在狂射超过100枚的飞弹 去轰炸你乌克兰 尤其是乌克兰 炸你基辅的水坝 我不但水冤你三军 让你这个乌克兰的部队 没有办法行动 甚至拖垮你的战场上的 各方面的攻击的攻势作为 甚至可能影响到你中下游的老百姓 俄罗斯的飞弹专门去袭击乌克兰 这个首都基辅的水坝 那基辅的水坝 它的水量 除水量你看 高达37吨 将近37亿吨 将近40亿吨 如果它那个水坝大发全面解体 你看它是其中一个破口被炸毁的话 这个是上一次的画面 状况是非常的严重 一旦破口 全部破製造的话 水一下来下游就是上百万人 对上百万人会无家可贵 还有死于悲秘 你姑且不说军队能不能行动 这个俄罗斯完全不考虑这个后果 真的是杀红了 但是你来看看 这上次的画面 我们来看俄罗斯这次 要击中它的水库 有这么容易吗 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怎么说呢 俄罗斯发射的据说是 他们惯用了KH101的巡异飞弹 它去攻击基辅它的一个 之前呢 结果就坠落在基辅附近的一个 水库的画面也出现 它竟然掉到水面上 你怎么精准度那么差 这是独家的画面 还没打到大坝 如果要炸大坝你就来炸 问题是还没炸到目标 半路先软角了 是这不是很强势 非常好笑 所以东升今天特别提供 这样一个独家画面 让大家看 俄罗斯的巡异飞弹 既然半途软角 没有击中它的大坝 或者是让它溃敌 反而因为它的系统 它的这个状况 早知它掉到了这个水面上 普丁的后勤 是不是弹尽圆绝 刚刚半路软角的 这个导弹是其一 第二这一排摩托车怎么回事啊 这一台摩托车不是看了让大家来说 我们要比赛吗 还是干嘛 这是俄罗斯军帮 特别展示它的军车面前 是一排排的摩托车 我们最近不是提到说 乌克兰军队攻入这个俄罗斯之后 俄罗斯要紧急调一堆部队和兵员 去这个防范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长驱直路 越打越深入 但乌克兰打进去俄罗斯的战场之后呢 俄军的后勤似乎补不上 越来越不足 尤其是他们提供的这些越远摩托车 据说俄罗斯打算把他们分配给俄军 这些做法怎么说 无疑是为了节省 就是没有 给大家看就节省他的成本 所以但我以为快速以防 应该是装甲运兵车 你没有看到装甲运兵车 居然是发给他们摩托车 对 加他们骑摩托车 我跟你讲 被无人机锁定更好攻击 无人机直接就丢下去 他的这个摩托车 连人带车都炸毁 你看以后没有兵员怎么办 那俄罗斯用这种方式来防堵乌军的攻击 乌军呢 我们最近讲到说 他们在无人机上面 真的是越来越 这个无人机 出现新的状况 对 乌克兰的新火箭无人机亮相 你看 这个是帕尼安尼亚的 这个安尼西亚的远程无人机 看起来它是一个定义机 你看到这个外形 这样的一个外形呢 它的速度至少可以达到 每小时430公里 算是相当快 比我们的高铁还快 它的飞行距离也可以达到 1800公里 我跟你讲 在基辅乌克兰首都 大概就可以飞到了 这个俄罗斯的莫斯科 足够了 那你用这样的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乌克兰 俗称 因为这个新火箭无人机 又俗称面包机 它的外形就像这个 整个长条的这个面包一样 首次投入这个俄乌的战场 它的实战 而且呢 如果它能够这么精准 你说背后没有美国提供 它的一个GPS的定位 或者是STARLANK 它的叫星链 它的帮助 让美国提供乌克兰 它的一个军事定位情报 那它怎么会对俄罗斯的各个目标 描得那么精准呢 这就是普丁的心头大患 美国精准导引 乌克兰你就负责给我打 游荡弹药 这么多瞒天在乱飞的 精准打击的弹药 随时跟死神一般 普丁怎么办 所以俄乌战场 这两年看起来 两年多下来 似乎是无人机来决定胜负了 因为乌克兰会惯用无人机 当然俄罗斯也赶快加速生产啊 他自己生产不足的话 他还是会想办法找外援 当然我们常讲到 他找的外援 就是他的好兄弟 这个联合的这个盟邦 包括伊朗 包括这个北韩 但尤其是 他现在自己加速生产的状况 他的速度已经可以快到是 平均大概伊朗的10倍以上 我们知道 因为伊朗本身就有见证者 一三流这样的一个这个无人机 那我相信俄罗斯跟伊朗交流 大家知道这些技术 他们本身也会生产 而据说乌克兰呢 他用无人机 就是一般的FPV 小型的那个四轴 传统四轴型 要遥控的那个无人机 他就用以小博大 用这种FPV 为什么 FPV一价大概就是350块美金 那我对付你这个俄罗斯 动辄五六千万 七千万的这个装甲坦克啊 你知道战场上 最脆弱的就是战场的顶盖 他那个天灵盖 我看到你七千万美元的 这个坦克开过去 管你是这个T70 还是多少的这样 直接给你开罐 我直接开罐 然后直接把扎人丢下去 从你天灵盖这个顶盖 丢下去就棒 350块美金 对你七千万美金 哪个划算 所以你说最后的俄乌战场 决胜的关键之一 就是看谁的无人机 可以快 可以远 可以精准猎杀 我就问 刚刚你提到了 最可怕的是 乌克兰的无人机 宇数量很多 而且非常灵巧的控制 他怎么训练他的无人机 这就我们要看东森特别提供这个爆新文号 给大家看独家的画面 这个独家的画面就是乌克兰军方在训练他们的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 也就想象 等于是无人机的飞官 他们在游戏的这个高手好像在打game一样 那没想到在战场上都变成这种战场上的猎手 画面上是一台乌克兰军方用来训练他们的这个操控人员 无人机去追什么 追这些障碍物 他追逐是刚刚战场上出现的一台这个 你上日本的这个日产越野车 在道路上很快速的行驶 他要跑给你看到没有 上面虽然四周左右上面 都有架设那个他的这个网子 铁网去保护他 他就是在训练说 有人开车 然后无人机开始去追逐 训练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个操控的人员 怎么样飞越障碍物 避开这些东西 然后避开电子站对抗的这个措施 而且你要迅速的追上这个 那个越野车 你把越野车想象成是二军的车辆 或想象成二军的坦克装甲车 那这些无人机是不是追到了 他就可以丢炸弹丢下去 那你就这样子一直在训练 一直在训练 好像在特技飞行一样 这些无人机的高手 操控高手 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普丁现在一个头两个大 我们看到几天前 他跑去的车程 双腿一跪 跪求车程来挺他 因为旁边真的已经是怎么样 六亲不认了吗 去求车程 再来他派出他的使团去求北韩 你看开场已经说了 去求金正恩 金正恩可以提供他什么样的援助呢 普丁你就算去找卡迪罗夫 或是去找谁 大概都没有用 不如就像五角大下说的 北韩才是这个金正恩 他们家族才是俄罗斯普丁 他们侵略乌克兰的这个同盟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传出来说 平朗他跟莫斯科提供了军需物资 跟其他的这个军事装备 恐怕会成为这场俄乌战场上的隐患 因为现在看起来乌克兰 势如破竹的打渡这个俄罗斯境 可是是不是乌克兰就真的能够扭转战局 反败为胜 还有变数 而为什么这个变数会是北韩 金正恩 他会提供什么样的武装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的代表团 已经到了北韩 两国持续加强经贸灵系之外 而北韩金正恩特别去视察 公布了他们最新的无人机 可是他们在无人机上面 去打马赛克 我不知道这个是故意这个虚虚实实 想要这个混淆外界视听还是怎么样 但金正恩去视察 这可不是开玩笑 高级这个领导高层来去视察 无人机的研发基地 我这也是第一次看到 北韩愿意公布他们的无人机研发中心 以前都是看他们的核武 跟他们的导弹 近中远程 那照片中其实可以看到 北韩开始展示他的巴射无人机的巴射器 还有无人机自杀式的这个攻击 朝地面的这个坦克车 你看到没有 这个画面就是北韩公布的这个俯冲 他的一个攻击 然后去炸毁这个目标物 那这个也被眼睛尖的这个观众捕捉到 所以这不是很像以前 这个两年前那个俄罗斯 他用的这个ZALA的这个柳叶刀的这个 自杀攻击无人机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北韩呢 那无疑的就是俄罗斯 你把基础给了北韩吗 因为你自己生产不够 我刚才说虽然是伊朗平均的十倍 但你还请北韩帮忙 所以我这样找北韩当我的柳叶刀无人机的新的兵工厂 那这样子北韩 他变成有一个俄罗斯新的军事兵工厂 所以未来战场上 尤其是俄乌战士 能不能结束 恐怕真的就是无人机来定生死 金正恩今天清晨又发射了不明导弹 还派出了十架飞机来挑衅 半岛战云密布 最敏感的 我们要告诉大家 是这一枚射程2000公里的巡弋飞弹 它居然能够发出一个 飞出一个八字形的轨迹 这下谁该紧张的 最新消息 南韩寄出近五年来对北韩首度的片面经济制裁 凡此种种 今天下位告诉我们 一步一步把金正恩往死里打 会不会逼出更疯狂的报复 好 我们看到隐形院上来以后 由于改采对美国相对来说 比过去之前前任友善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政策 当然金正恩就很不爽 因此它在20天之内连续发射了9次的飞弹试射 而且今天凌晨 我们现在在吃晚饭 今天凌晨北韩又射了 而且射的是不明的弹道飞弹 弹道飞弹跟它之前射的那种所谓的板件等等 其实就或者说伊斯坎达拉这种胆截这种飞弹 就不一样了 弹道飞弹会飞很远的 在发射的这个同时 之前你可以看到 13号的晚间到14号的这样凌晨 也就是昨天到今天 发射飞弹这一段时间之内 其实北韩又再度派了实价战机 而且他们这次升空以后 非常靠近两韩分界线 靠近到什么程度 大概只有离两韩分界线 大概差不多25公里的这样一个地方 很近的距离 25公里 我跟妳讲 基本上来讲 大概就是在什么 北韩 南韩 从南韩 两韩分界线 如果说你把它用一个虚拟的 这样一个领空拉出去的话 大概差不多就是一个那样的概念 领海加领空那样拉出去的概念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25公里 其实你北韩战机只要歪过来 几分钟之内就冲进南韩了 下回给我们看到的是 第20天连续第9次的发射飞弹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眼花缭乱了 但今天要告诉大家看门道 看什么呢 看这一枚发射出去 居然飞出了一个八字形的轨机 这意味着什么呢 好 这一次北韩它发射的飞弹里面 的确有一个飞弹 让大家非常非常注意 为什么 因为它这次有这种椭圆跟八字形 这样的轨道 为什么会说椭圆跟八字 如果说各位观众朋友 知道我们在进行我们的雄山 或是说我们那种无限远的 这样一个飞弹在测试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会在东部 划一个很大的海域对不对 这时候飞弹背出去以后 就是在这样南北之间 类似像这样一个跑马哈线 一直绕 这样一直绕的这个结果 这个飞弹飞上去还真的很耐飞 飞了两个小时快50分钟 如果你把这个飞弹的 这个速度 大概通常次应出飞弹 大概速度差不多 大概八九百公里左右 那八九百公里 如果你飞到接近三个小时的话 大概也2400公里上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就可以集中2000公里外的木材 一点都不跟你含糊 看到这个威胁 直接该紧张的会是谁 2000公里一化直接到日本 日本是火线第一排 现在这件事情值得我们警惕的是 它的核武越做越小 已经到战术核武 战术核武弹头 挂上了巡影飞弹 跟我们理解的可以打更远的 弹道核武差别在哪里 好 弹道飞弹当然 你今天以北韩来讲 它的弹道飞弹 也可以搭载核弹头 也可以搭载传统弹头 但是相对来说 北韩的这个核弹头 搭载在弹道飞弹上来讲 对美国或说它的盟邦来说 比较有能力可以预防 为什么呢 因为具有战区弹道飞弹防御能力 我记得我2008年那时候 去弹道飞弹防御 就告诉我们说 美国的弹道飞弹防御系统 基本上就是针对北韩这个规模 然后建制跟设置的 这个时候 但是巡弹飞弹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巡弹飞弹 巴射出去以后 它采取低空飞行 低空飞行就是一个 非常低的这样一个飞机 而且今天我们刚刚讲 2000公里的这个线 一拉出去之后 日本全境 日本的西南诸岛 甚至连台湾 以及台湾南部的菲律宾 都成为北韩可能可以攻击的 这个范围之内 而且他这一次发射 他甚至于还是 这两枚的这个飞弹 他基本上是采取 假想搭载核武器的 长城巡异飞弹 对不起 周边的国家 每个看到北韩 具有用核弹发射 巡异飞弹的这样的能力 大家都很紧张 金正恩慢慢他具备了 战术核弹的能力 那美国在干嘛 南韩在干嘛 你们这火线第一排 所以你可以看到 隐形乐在这个时候 他的动作就是说 他基本上要跟美国来协商 协商什么 希望美国能够重新 在韩半岛部署这个战术核武 为什么讲重新 因为其实过去 在冷战高峰时期 也就是1958到1967年 那段时间 美国在韩半岛部署了 非常多的这个战术核武 比如说你可以装到这种 B-61的这样一个炸弹上 有什么呢 美国的F-15战机 跟美国的F-35战机 来进行投资 现在美国规划 由这两种战机执行 B-61核弹的战术核弹 投资任务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看 这两种飞机韩国也有 韩国也有这个情况下 所以影学院就希望 如果未来美国 可以重新在韩国 部署这种B-61的 这种战术核武器的话 那这个时候 其实也就代表 韩国就可以 拿美国的B-61核弹 在紧急任务 在美国的许可下 用美国的B-61核弹 进到北韩境内 对北韩进行战术核打击 老美要是不给 B-61步到南韩 那个是对金正恩 很大的挑衅 美国即便不见得 把B-61核弹的投资权 都交给韩国空军 其实美国现在包含 像B-1轰炸机 B-50轰炸机 B-2轰炸机 轮掉进入到关岛的 这些轰炸机 基本上也都具备 这个B-61核弹的 这样一个投资能力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 对于美国来说 只要金正恩真的敢 发动核武攻击的话 那对美国来讲 对北韩的核爆部 是绝对立即而决绝的 好 除了来自于 北韩的核威胁之外 我们看到半岛上空的 空中危机也是一触即发 下围进步带我们来看到 南北韩这几天 真的就一直密集这几天 大家拼家底 空中拼刺刀 对 其实你知道吗 北韩它有一个 官方的这样一个 那个FB的这个网页 叫做 而且是繁体中文的 叫朝鲜经贸文化 情报DPRK 这个DPRK 其实大家在Facebook上 都可以搜寻到 也可以去追踪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天 北韩空军 他动用非常多的战机 出来进行这样的演训 而且你知道 他们这一次 还特别在这个DPRK上 非常清楚地告诉他 我米格29有出来 苏良5也有出来 米格23也有出来 米格23也有出来 而且他告诉你大概多少架 因为其实以北韩来说 他的这个战机的数量 还有战机的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都很神秘的事情 对 北韩空军 其实真的是非常神秘 但是他这次 居然透过这样一个官方 宣布的这样一个方式 告诉你我这些飞机都出来飞了 而且哪一种飞机飞了多少架 以这个北韩来讲 其实对南韩来说 制围计乱大概三种战机 米格29 苏良5还有米格23 其实这三种战机 当然都很老 但是苏良5这个战机 它本身是一个对地攻击机 每一次你看到北韩阅兵的话 最后一定是由苏良5战机 来进行彩色喷烟 就像我们的雷虎特技小组一样 这个苏良5它本身 它当时它参考的这个设计的飞机 是美国的A9攻击的原型机 A9跟A10竞争 后来那个A9输了 A10赢了 但是A9就借由苏良5 某种程度来说 就成为精神不死的这个象征 但是A9跟A10之中 最大的差距干嘛 A10它在攻击的时候 它其实很倚重 它那个机首 吸管了那个30公里 盖特林机炮 但是苏良5就不一样 苏良5你可以看到 它两翼下 非常非常密集的挂架 能够携带船孔的铁格炸弹 精准导引炸弹 还有最好能够在短时之内 形成大量火力掩盖的火箭弹 也就是它一个 带个火箭巴射夹上 可以好在它这个前面 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火海 对于打击地面部队 是非常的有威逼 所以你看 它可以带到4.4吨重的 这样一个挂弹 而且它本身 它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特别重置这个低空防 那个生存性 最近在二乌战争中也看到 苏良5其实还蛮耐打的 再来其实 他们这次讲到 北韩动用到米格23这个战机 米格23这个战机 它其实是当时 米高阳还活着的时候 进行最后一次这个设计 它设计到一半人就过世了 它其实它也是采取可变扣略役 当然 但它的可变后率役 跟这个美国的F14比较不一样 美国F14是无段后略 也就是它可以从前到后 可以每一个位置都可以 但是它是选择固定的 固定的三个角度 也是平直 后略跟三角疫情 这样一个三个部分 但它的速度也很惊人 可以从每小时慢速500 到音速2.4倍 速差差这么大 对 也就是它可以 高低速都可以 各种性能都可以 而且它其实在贝卡山谷之一的时候 当时的叙利亚空军 利用米格23战机 击落了以色列空军 达到11架战机 这个数量比较 贝卡谷我们讲到的 不是F16大获全胜吗 对 但是即便大获全胜自己还是会有战损 那一次战损其实都是由 当时叙利亚空军的米格23战 去把它K下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几次的空中接近 逼出了南韩首度梭哈的F35A 我们就会看到它迎空皆敌 搞到今天居然说 那一次的升空居然是笑话一场 对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其实韩国因为目前来讲 对军事冲突的准备 虽然说他们可以看到 时时刻在准备 但是毕竟它的F35战机 只有新的训练弹 新的训练弹 由于它目前其他的机器炮的炮弹 还在购置之中 当然训练弹不是不能打 训练弹本身它本身就是一个铁块 就是一个铁弹头 也就是它本身击中之后 因为我们讲到那个F35公里 那个30公里的机炮 打到飞机上之后它会爆炸 会燃烧或是干嘛呢 它这种弹基本上来讲 就是只能打上去之后 就一个洞 一个洞 一个洞 它打到你之后不会让你在飞机里面 不会引爆 然后不会让你的飞机造成 更大规模的破坏 所以如果假设说真的拿来打 就是它可以把你打成千疮百孔 但对不起 不会造成爆炸或燃烧 你根本伤不了它半根毛 所以你今天我飞弹用完了 它就赶快落跑了 因为你这个根本只是训练弹 对 而且F35战机基本上 它的载弹数其实并不多 我讲飞弹的载弹数 因此它在利用飞弹接敌之后 它的这个机炮的炮弹 变得非常重要 后续如果它跟人家进行缠斗等等 缠斗之后 如果你没有那个缠斗用的飞弹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 这种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机炮 那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机炮 它只有训练弹 也就是一颗打下去 就只会打一个洞 牢牢是一个洞 那个洞打下去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朝鲜半岛爆发的堪称是南北韩停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危机 北韩出动的史上最多150架战机升空 居然逼出了南韩首度出动F35A引擎战机 到底看到了什么危机 南韩一次就说哈底牌 金正恩他居然从水库深不见底的湖底 前摄弹道飞弹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这是多大的警讯 韩国的天空充满了梦魇 从来没见过的事情发生了 150架北韩的战机 啪起来了 那这还不稀奇 从南韩这边升起来的 居然是F35A 这个要不听还以为你们怎么搞混 你们之前不是讲12架升起来已经够危险了 好 这里面有两个猫腻 第一个 全北韩 你知道总共有多少战机 几架 六百架 六百架加上维修的其他的 预估北韩能够起飞的飞机不超过两百架 所以他就是说哈的他的战机 150架飞机同时起飞 第二个 南韩几月收到40架F35A 几月 一月到今天十个月了 十个月 没人看过 没动静 这一次把F35A拿起来给北韩看 第一次 史上就第一次露面给大家看 双方都把最厉害的拳头拿出来了 好 大家硬奇怪 马老师为什么不是F15K呢 为什么要F35A呢 我告诉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来不是打架的 就是要打架的 不然来干什么 F35A它具有很厉害的空中情报中心的功能 它可以监视 追踪 如果我看到你150架的位置 啪啪啪 用连线给地方 是 飞弹棒棒棒棒棒 准得不得了 好 虽然他是来监视 来情报收集 来定位的 但是他可不可以打架 可以吗 他当然 F35A打架世界最强的之一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南韩梭哈底牌 史上第一次亮相给大家看 一定要好好逮住这个机会 告诉我们他多厉害 F35A怎么打架 如果南北韩发生战争的时候 第一天他起来打的时候 他不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他要隐形 不能让你的雷达这些 导弹针套 还隐形 他隐形的时候 他就不能带太多弹 所以他在弹舱里面 弹舱带6枚 4枚是AIM-120 中程空对空最厉害的飞弹 带2枚接电 空对地 空对地的 6枚在机腹里面 好 第一天 去把你的雷达打烂 第二天 把你的导弹车打烂 第三天他不隐形 他叫做野兽模式 打下你的耳目之后 我就变野兽了 他隐形的时候 带弹量是5700磅 他不隐形了 变野兽的时候 多大 22000磅 哇 他隐形的时候 只能带6枚 不隐形的时候 带16枚 第一天是逆中模式 到了第三天 我就摇射一变 野兽模式 野兽模式 他可以带16枚 听起来16枚好像很简单 对不对 16枚飞弹 可以把一个小型层次给毁灭掉 好 所以很厉害 大家对除了这一次北韩的空军之外 对北韩的飞弹 绝对不要掉以轻心 金正恩失踪了一个月之后 一路面注意看 这是北韩发表的照片 他在哪里 他一路面就看 具有核子能力的飞弹试射 核武能力 好 然后这些照片 都是北韩中央通议社自己弄出来的 就是说金正恩在现场指导 那现场指导了 结果专家一看撒住了 看到什么撒住了 看到的不是飞弹重要 看到的是多关火箭 多关火箭而已 有什么含着吗 北韩居然有多关火箭 而且北韩的多关火箭 居然是超大型火箭炮 各位看这张照片 这是火箭弹 这不是飞弹 这个这么巨大一枚 这是火箭弹 超大型的火箭弹 这不是飞弹 但是这个火箭弹 它可以射程超过400公里 400公里 它精度 打出去可以在50公尺之内 是 好 它弹头有500公斤 各位你知道 这个为什么让人可怕 第一个 它咻咻咻咻一打出去 你不好查 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对 第二个 就算你有什么爱国者三 我告诉你 我已经没打过去 爱国者三 就算拦截到了 不划算 爱国者三 经费是它的几百倍 几百倍 你用几百倍去打一颗火箭弹 我就消化你 你来来看看 第三个 它的射程可以把南韩境内重要的军事基地 都给它涵盖掉 所以现在居然对南韩威胁最大的 居然是超大型火箭炮 好 马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400公里的射程 它意味着什么 它涵盖了南韩的陆海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它也涵盖了F35A几个重要的基地 所以不能不防 但马老师要来告诉我们 比这个地表最巨大的多管火箭 更让人震责的 居然是它从水库发射前射弹道 我觉得金正恩不再是小孩子了 大家不要用胖小子去看他了 他这一次试射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弹型多元化 弹型多元化 有群役的 有弹道的 刚讲的 还有多管火箭 多管火箭的 第二个 它发射的方式千变万化 让人太惊讶一个就是 它在9月15号的时候 发射了一个浅射的飞弹 浅射飞弹 那大家就在想 这个浅射飞弹 是它什么样潜艇里面发出来的 所有美日韩都在猜 结果它自己啪公布答案 对不起 我是那种水库发射 从水库发射 从水库 从 是真的 平安北道的泰川水库 发射浅射飞弹 今天人最得意的就是北京星 我简单讲它北京星多厉害 它在2019年 成功试射北京星3号 对 射程1900公里 这个涵盖多远 涵盖日本都可以达到 整个日本 好 而且它升到918公里 太空上面了 是 2019年才完成北京上 大家觉得很了不起了 对不对 隔年 它在2020年建榜75周年的时候 对不起 北极星4号出来了 一年一旦啊 对 北极星4号 北极星4号注意看 一看撒住了 它是用缠绕纤维制造的外壳 这什么意思 缠绕纤维是世界上最轻的外壳 代表它飞得又快又远 因为它轻 好了 就隔年2021年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时候 北极星5号出来 北极星5号各位看 它比北极星4号瘦 而且北极星4号长 意思吗 它飞得更远 而且各位看这个 多弹头 多弹头 所以我告诉你 它的浅色飞弹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看到整个东亚 一直到台海 北极在添乱 台海也不平静 昨天渤海欢腾 2022的国庆日 但国庆日并没有因为 两边发表的宣誓 而让两岸的对峙稍有紧张 反而更危险了吗 我是空军子弟 各位观众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昨天国庆的好看的地方 昨天古庆日在我心目中 看了感动快流眼泪的 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第一个 这是我们的新的教练级 永英 这是我们要淘汰的F5 好 这有什么猫力 第一个 F5这是各位观众 最后一直看到 他在总统府冲场 因为他要被淘汰了 第二个 谁接他的棒 永英 所以这是第一个 是传承的 第二个让我感动的是 大家要看 这个门道 这一架二号机 是 F5二号机 他居然在尾巴上 向46中队致敬 46中队已经 撤掉十年了 撤掉十年的单位 他向他致敬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二号机 是一个女飞官飞的 昨天飞过总统府向空的 对 二号机 飞最后一个 F5是女飞官 好 各位看 他的副邮箱 有没有看到 他在他的副邮箱上面 用粉笔写了 中华民国 111年 国庆 庆得他 国庆生日快乐 是 哇 这个女飞官 第四个 这女飞官叫 钟静怡 他 那注意看 当年 Discovery拍了一个纪录片 叫做 傲气飞音 那傲气飞音呢 有一个教官 把一个女飞官 骂哭 那个被骂哭的 就是 钟静怡 所以才几年前 被骂哭的小妹妹 现在变教官了 对的 他现在已经变成 教官了 在总统府担任 二号机 冲场的 我告诉你 蔡英文总统 一到华东去 做简报的 就是他 是 好 那 我最后要跟大家讲 最感动最感动的就是 他们这一次 居然把 46中队的队灰 放在上面 纪念46中队 这个队灰背后 是怎么样的一段故事 你看了 Top Gun 看了吧 是 Top Gun 46中队 就是我们台湾的 Top Gun 46中队 在 民国102年猜测 是 38年里面 只出了四个将军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太帅气了 他们也是跟 他们扣子这样 天不怕地不怕 第一个神将军的 叫王庭镇将军 是 住在我家楼上 天天跟我一起打网球 是 我一定要跟他们讲 他们 当年 Top Gun 这个 是台湾 最厉害 最难缠的 46中队 所以国庆才叫他们致敬 我最后跟大家讲 你说一下 他们到底多能飞 你看了Top Gun没有 是 Top Gun电影主题就是最后 他们要先飞个快速的山谷 山谷到那边又爬 急速爬起来 爬起来以后再急速这样下去 打这个基地对不对 他们的节夜典礼 就是做跟这个电影里面演的 一模一样的动作 多惊险啊 这样的飞法 我告诉你 他们是怎么样 从台中机长出来 对 那他们要去攻击 他们的最后边 是攻击 屏东 高雄 外海的 共舰 共军的 想定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从台中机长出来 你这样飞 它的雷达一下就发现 你这个飞弹就把你打下来 那我怎么躲到让你看不到 他出来先滴海平 滴海平之后 跟那个电影里面一样 沿着秀姑兰西 秀姑兰西低飞进去 河谷耶 河谷 低飞沿着河谷贴着飞 秀姑兰西飞上去 飞飞飞飞飞 这里是 三千六百六十八公尺的观山 是 到了观山前面 啪一下就起来 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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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观山那个山林线 啪就要越过山林线 你再往上飞 雷达就看到你了 对 你一翻过那个山林线 你就急剧下降 越过山林线急剧下降 急剧下降后进入老龙溪 在老龙溪又低飞 让老公的雷达万人看不到你 他自己就是巡弋飞弹 对 一到老龙溪一出海 啪起来就低空炸射 不能再飞起来 对 低空炸射 跟Top Gun一模一样 你知道这多难了 我给你讲 最后一个我给你讲 误差不能超过三十秒 超过三十秒 不能够解讯 所以国庆日 各位就听了我讲就知道 为什么台湾要把一个裁册了十年 2012年就裁册掉的单位 放在国庆F5的尾翼上面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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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观看